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升50方面收报2588点 涨0.35% 创业板指今天是一度跌1% 尾盘的时候翻红收报1408点 涨0.17% 两市成交今天是有一个缩量到4992亿 昨天是有一个阶段性天亮60518亿的一个成交 所以今天指数是一个缩量震荡调整的表现 那么港资在今天离洋人民币大涨的情况之下是加速流到A股市场上 那么近买入12亿人民币 那么与此同时呢 累计到这个今天 北向资金买入A股是达到1000亿 那么1000亿呢 是生物馆通开通以来呢 加起来也就大概这个接近8000亿 那么短短这个两个月 两三个月时间呢 这个已经买入了这个1000亿了 那么两种余额方面呢 作为这个增量资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 两种余额呢 是昨天加仓了这个59亿 那么是回升到了7510 那么今天的数据呢 要等到这个明天上午的时候呢 才能公布出来 那么今天呢 两市收料调整 震荡 那么户子方面呢 是一个载幅震荡 外资呢 跟这个融资 杠杆客呢 是继续的一个净流入 那么林长的板块呢 有龙林牧鱼 受到这个农业的一个一号文件 昨天这个正式发放下来的一个刺激呢 今天板块里面主要是租产业跟这个机产业的一些相关个股 涨幅比较这个靠前 那么跟这个本身 租跟两个产业的一个周期 这个上行有关 那么另外呢 有色金属 则是一些这个菇猛 包括今天这个洛阳木叶 涨幅也比较靠前 那么煤炭板块 地产板块 轻工制造呢 也是涨幅相对靠前的 其中呢 这个地产的一个消息就是连续 有可能这个房地产按揭利率啊 这个会连续第二个月的一个回落 那么是有一个利好 那么领跌板块呢 计算机 医药 食品 饮料 一滴这个石油 石化 那么目前来看短线的一个风险偏好啊 仍然是相对较强的 那么大的背景呢 宽信用啊 以及这个中美贸易 今天跟明天会有一个谈判 那么市场呢 也普遍预期比较这个顺利啊 期待呢 这个会议里面呢 能出一些超预期的一个结果啊 在这个经贸方面啊 那么呃 风险呢 仍然是这个经济下行趋势未改 以及这个获利盘啊 开始这个兑现啊 出现的部分强势个股的一个回调 好 那么今天的话题啊 是想说一下这个成交呢 昨天是见到这个六千啊 零四十八亿人民币啊 好 那么这个位置啊 基本上呢 是回到了一八年啊 初那一段连续十几个十几天涨停的那个那个日子啊 那么那那段时间之后呢 股市就一路下行啊 跌了这个一整一整年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成交又缩小了 到这个五千亿啊 左右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阶段又要这个见顶了呢 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啊 啊 红色这个柱子这个图呢 啊 拉取的是一八年初到现在的一个成两市成交的一个水平 啊 那么很明显呢 这几天这个量能是放的比较大哈 基本上去到六千四百左右的亿人民币的一个成交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交呢啊 再上一次什么时候啊 基本上就是一八年啊 开始的时候 那么短暂一八年涨了一个月之后啊 从这个春节后呢 啊 在这个当时皇冠皇境啊 转座 特别是这个中美关系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陷入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整体啊 指数是快速下行 那么当时啊 啊 阶段性呢 在跌的时候也是有穿过一个新高啊 去到这个六千四百亿左右 啊 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啊 对比上市那个时间呢 基本上这个成交已经啊 非常的一个接近了 啊 那么不过呢 再留意一下 现在这个指数的位置啊 是一个相对啊 底部的一个位置 那当时啊 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 三千啊 三百亿左右的 那么现在呢 啊 还是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动能啊 至少趋势在 那么与最近的一次 所谓的一个成交比较高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去年十一月啊 的一个时候 当时呢 指数是有一轮这个反弹的啊 啊 那么当时的一个反弹的成交呢 啊 也不是特别多啊 基本上在四千二百亿左右 啊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未来几天能 未来一段时间能够啊 依然保持在这个五千亿的一个上方啊 那么从这个量能上来看的话呢 啊 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现象啊 那至少能够支持这个指数啊 啊 在这个六两千这个六百点上方的继续这个徘徊啊 甚至这个继续上行 所以从量能水平来看的话呢 现在这个说 啊 阶段见顶呢 是啊 有点比较早的一个说法了 啊 那么后面呢 要看一下 呃 应该比较大的机会有二次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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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探顶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到时看一下这个技术指标会不会形成一些背离 啊 那么这个成交的背后啊啊 我觉得呢 主要是有两股这个力量啊 那么如果从A股上 上场内的力量呢 就是这个加杠杆啊 这个两融方面的一个余额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 描述的是一股市场上内地的一个加杠杆啊 两融余额 那么自这个去年九月份啊 一路下行到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见底呢 啊 最近一段时间呢 新闻报道也在说 这个场外的一些配资又在啊 兴起 甚至呢 十倍的一个配资啊 越来越多了啊 那包括呢 外资也有两到四倍的一个配资进到这个市场上来 那么看到呢 近日啊 这个两融余额是连日的一个攀升啊 从最右面这个位置上啊 来看连日的一个攀升 那么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啊 这个流动性支持 那么后面呢 啊 进一步看一下 在这个政策稍微放宽之后呢 这个两融余额啊 能不能继续的一个上行 好 那么接下来每一天呢 都会公布这样的一个数据 好 那么实际上现在七千多的一个亿的一个两融余额啊 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那么15年 14年那时候的牛市的两种余额呢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两万亿以上的啊 规模 那么现在呢 在底部啊 开始放量呢 我觉得对资金面来看呢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现象 那么另外一个呢 啊 外资啊 也是作为这个成交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那么可以看到呢 左边这个图是北向资金持续的一个加仓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啊 加总已经是超过这个一千亿了 那么近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最近的最新的一个数字啊 没有在这个图里面 实际上是去到五十亿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持续买入的一个信号 好 那这背后呢 是离岸人民币啊 声势非常的一个强劲 去到这个六点七二 好 那么外资呢 进一步买入以人民币这个计价的啊 股市场上的一些标的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 啊 也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上涨的一个表现 啊 那么最近有一个消息呢 是来自这个彭博啊 新闻社啊 透露的 就是在这个中美谈判期间呢 美国 啊 会这个要求啊 啊 中方呢 在这个人民币方面呢 啊 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的态度 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刺激之下呢 今天这个离岸人民币啊 继续的一个大涨 好 那么上面是对大盘以及宏观的一些看法啊 那么下面来说一下一些焦点板块 比如说今天这个航空股啊 在啊 下午的时候呢 是表现比较强势 尾盘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国航是升了这个百分之四点四 目前这个技术走势啊 非常好啊 那么有望这个进一步向上这个 啊 这个这个这个上行 那背后基本面呢 啊 主要是现在这个市场预计啊 19年这个整体汇兑损失的一个影响 会进一步缩窄啊 那么去年这个 啊 负面影响航空股的一个利润啊 其中占最大头呢 就是这个 啊 人民币的对这个美元大幅的一个贬值五个百分点 啊 令到呢 一方面财务费用的一个上升 另外呢 负债的一个场口啊 在扩大 还有呢 就是在一些租赁啊 维修方面的费用也在提高 那么是拖累了航空股的一个业绩表现 那么今年呢 像刚才前面分析了哈 在一个啊 全球这个放水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这个美元走弱 人民币上升啊 同样也符合中美谈判啊 这个朝顺利方向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之下呢 今年这个人民币啊 应该会明显升值 那么大摩呢 也预计 人民币今年的一个位置可能会升到这个6.55对这个美元啊 所以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 今年这个贿对省市啊 影响会缩载 那么另外呢 就另外一个成本 航油这个价格来看 航鞋方面 国际航鞋预计啊 今年这个航油价格呢 会啊 较这个去年同期平均略降啊 那么也形成一定的利好提振啊 但是呢 这个油价实际上啊 对于航空股的影响是比较这个次要的啊 主要还是要看航空股在这 主要还是要看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航空股本身营运的一个表现 那么就营运情况呢 过去一到两年啊 这个南韩跟东韩的一个客座率表现非常的一个理想啊 那么这个运力投放跟这个运量需求的关系啊 不断好转啊 国航呢 就要在过去段时间表现比较弱啊 那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国际航线上呢 投的比较多啊 那么客座率呢 也没那么理想 那么令到呢 国航整体这个客座率要跑输啊 其他两家 但是呢 在这个1月份刚刚公布出来的国航的一个营运数据来看的话 好 那么呃 客座率呢 是明显回升啊 那么其中呢 呃 国际航线的一个客运啊 表现非常亮眼 那么这个周转量啊 回的比较快啊 那么 呃 也是经营数据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这个板块估值水平呢 目前来说 从PB的角度啊 过去五年来呢 是一个中位数下行0.5个啊 标准差的位置啊 那么可以说呢 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后面外资流入以及市场编号啊 提高 加上这个杠杆克进来之后呢 相信啊 航空股呢 至少会有一个啊 固执修复以及这个追涨的一个动力啊 那么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的一个时间里面啊 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 那么最后呢 再说一个军工板块啊 今天异动啊 那么主要是市场在憧憬啊 三月份两会的时候呢 会披露这个今年的一个军费预算 啊 那么历史上来看呢 逢这个经济差啊 股市见底这个上来的时候呢 军工具备一定的逆周期优势啊 表现要跑赢这个指数不少 啊 那么实际上军工的一个军费投入增数啊 从17年呢 就开始见底回升啊 到现在 那么有望呢 这个在今年啊 板块获得相对的收益 好 那么今天呢 不少个股也是涨停了 中床房物啊 ah 股呢 今天表现的不错 好 那么呃 另外的一个逻辑啊 就是呃 对军工板块里面的一个整期整机场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利润有望进一步提升 那么一方面呢 是因为军费的一个价格 军用产品价格的一个啊 改革 以及呢 未来引入更多的民企啊 促进这个上游成本的一个下游下滑 那么令到呢 整机场的利润有望在未来上升 然后板块整体呢 由一开始啊 十年前的资厂注入啊 到这个过去几年啊 军民融合的一个题材草措 那么到现在呢 一些白马企业呢 开始有一个利润出来啊 那么进入到了一个啊 价值投资的一个阶段 那么建议呢 这个板块可以在今年啊 特别重视的留意一下 那么里面的一些龙头白马呢 比如说啊 参与这个商用飞机 C919这个啊 零部件供给的中航飞机啊 这个估值相对比较低 以及国内呢 这个啊 军工这个军事啊 民用的一个直升机啊 唯一的标的 终止股份也可以研究一下啊 以及这个中航省飞啊 国内这个战斗机的一个啊 个股啊 以及航发动力也是参与这个商务飞机的一个啊 发动机的一些提供啊 那么等等 这些呢 我觉得都可以在今年呢 重点留意一下 那么当然短期的一个还是要看情绪啊 能不能继续这个炒上去 好 那么上面提到个股没有吃啊 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